这个男人喜欢和死人谈恋爱 只一眼 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具女尸 并打算带着女人去见父母 可他又怕女人的样子吓到家人 为了让女朋友变得漂亮些 男人准备亲自为他化妆 他先是给女人的眼睛刷上睫毛膏 然后再拿出口红给女人涂上 一边涂一边说着 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做完这一切 男人摘下手套 然后用手温柔抚摸着女人的头 看着女人漂亮的脸庞 男人心动了 下一秒 他直接就献上了自己的初吻 这一吻让男人非常上头 这种甜甜的恋爱 简直太美妙了 紧接着男人拿出纸巾擦了擦女人的嘴 然后将女人暂时推进冰柜 可接下来 诡异的事发生了 女人的手指竟然动了一下 此时男人也察觉到了不对 冰柜的门竟然自己打开了 男人好奇地上前查看 他检查了下柜门 确认没有问题后 他再次将柜门关闭 可还没走两步 身后又传来动静 男人猛地转过身 只见柜门又一次打开 于是 他再次走上前查看 可突然 男人吓得大喊 可谁知 男人越是这样 女人越是心子 最后女人直接吻向男人 可能这就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吧 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们 其中端 还让我们按摩 一旦 先行 是 f